好,各位欢迎再次回到课堂 那我们今天是第二节课 那昨天我们内容讲的不多 主要是讲了安装系统 而且讲了一个比较减板的安装过程 主要是为了让初学者能够开始把这个环境给搭建起来 那这个系统装好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系统看一下 各位看 当你装好以后 这边是一个普通用户 这个普通用户的密码 是我们在之前设置的 其实我们当时 我们把这个用户也设置成了管理员 这一点在我们后面的用户管理那个位置 我们能够体验出来 好,首先输入 首先问各位一个问题 在我们平时登录系统的时候 应该是使用超级管理员root 还是应该使用这个普通用户 各位 那先不管他 先不管他改不改积称 看 问一下各位一个问题 我们平时在管理的时候 应该是普通用户 还是应该是root 大家说是普通用户 这个没有错 对,没错 平时应该是普通用户 然后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再通过一些手段来提权 解锁 登录进去 好,登进去以后各位 我们下面首先来看一下一些文件的基本操作 因为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的是这个文件的一些操作 那比如说就是这一块文件的一些操作 这个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是可以打开 各位看 只要关注一下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什么 头条号 阳哥520 这边就可以看到 那在操作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些东西 就是我这边先全屏的 先全屏 是一个全屏的效果 那在大家知道在Windows里面 我们要对文件进行操作 通常呢是通过鼠标的方式去打开 那这个Home呢 其实有点相当于Windows里面我的电脑 大家发现 大家发现这个他说Home is ready 已经有了 下面打开了 在下面 好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文件夹 比如说什么Desktop 这个指的是桌面 那很显然 每一个用户呢 都有自己的桌面 那比如说 大家看到 我在这边呢 点右键 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夹 看到了吗 然后临时起一个名字吧 比如说杨哥 这个文件夹 那实际上是放在哪个地方的呢 实际上就是放在 杨哥这个家下面 各位看到这是Home呀 Home下面 家下面有一个叫Desktop里面的 各位看到了吗 就这个位置 后退一下 后退不回去 点Home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些目录 其实都是在Home这个位置 像Documents 像文档啊 下载啊 Music Picture 这样的一些目录 其实Windows 大家也很清楚的知道 每一个用户 在这个操作系统里面 因为Windows和Linux一样 都是这种多用户的这种系统 所以呢 同样呢 这个会有多个用户 每一个用户 会有自己的这种桌面呢 还有我的文档相关的信息 这个很简单 那比如说 我在这边建立的 这个叫杨哥DR这个目录啊 这个文件夹 其实是建立在哪的呢 是建立在杨哥这个用户的 家下面的桌面里面的 好 那如果我换一个用户登录 那大家看一下啊 我换一个用户 我把这个点击这边 然后有一个呢 大家看到 有一个这是锁 这是锁 这是锁定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logout 这边也有账号设置 好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我们看 这是设置 这个是呢 就是关机 对吧 这是关机poweroff 或者重启 或者cancel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点击logout 登出 登出呢 这边 登出以后 为了让大家能够习惯啊 我们先采用的是这种 图形界面化的操作方式 啊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这个界面上 其实也有关机的按钮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叫 Lot List 表示什么 没有列出的用户 默认情况下 这边显示的这些用户呢 是我们创建的 可能是在装机的过程当中 创建的 也有可能是在 后期创建的用户 都会这样以列表的形式 展示在这个屏幕上 然后你选择就可以 好 如果我们选择 Not List 也就是在 没有在列表中的用户 这个一般都指的是 我们的root用户 也就是管理员 点击 Not List 这边呢 需要输入用户名 root 然后 Next 密码呢 我们自己设定的密码 然后 验证登录 好 大家看到 这个用户呢 应该有自己的桌面环境 有自己的像我的文档 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因为每一个用户都有自己的一个 我们叫做home 这个大家注意 每个用户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每一个用户都有自己的home 加 这个很重要啊 好 大家注意发现呢 登进来以后 和我们在上一个用户登录的时候一样 也会进入到一个welcome 点击Next 然后点击Next 然后点击呢 这个Next 然后同样呢 Scape 跳过 启动 Send OS 好 它会弹出一个getting start 就是一个帮助的一个 这样一个界面 好 我们点击关闭 好 同学看到 那为什么这边没有看到 在这边呢 我们没有看到什么 有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呢 各位 是不是 我们这边是不是没有看到 刚才我们创建的文件夹 这是为什么呢 嗯 我刚才应该是创建的一个文件夹 在桌面上 对吗 为什么现在没有看到呢 大家可以 如果打字快了 同学可以敲一敲啊 对 因为每一个用户都有自己的家 每一个用户都有自己的环境 包括这个桌面 包括这个home 也不是一个人的呀 对不对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home是谁的家呢 是入多用户的家 也就是刚才那个管理员用户的家 我们在这边呢 打开 大家看到 这个又不一样 这是入多用户家里面的文件 其实和刚才看到的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么同样呢 这个是它的desktop 也就是它的桌面 如果我们在这个desktop下面呢 创建一个文件夹 像点右键 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这边呢 我比如叫root 目录 好 那它自然会显示在root的桌面上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同样是我们管理员自己的 管理员自己的 那有同样说 这个 这两个地方好像完全是封闭的 或者隔离的隔绝的 我们好像看不到什么 看不到这个 像我的电脑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它是哪个地方呢 看这都不是 看 这都不是 还有这个什么 Other Location 好 大家发现这个Other Location的还不一样 各位看到了吗 这个Other Location显示的是 我们的硬盘一共是50多个G 然后呢 有一个叫Computer 各位 这相当于什么 大家看这个相当于什么东西 这Computer相当于什么 有同学在看吗 对 相当于Windows里面 我的电脑就是计算机 就我的电脑计算机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Computer呢 就相当于我的电脑 整个 在这下面 大家会发现 有很多文件夹 有很多文件夹 来我们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这个整个一个结构 大家会发现 有很多很多文件夹 当然有一些文件夹上 带了一个特殊的标志 就是这个箭头的标志 这个呢 像什么 各位在Windows里面 有没有见过这个箭头的标志 有没有见过这个小标志 带一个小这种箭头 有见过吧 各位 对 快捷方式 怎么就一个同学在回答问题呢 看到了吗 这里的这个快捷方式呢 都会有一个小箭头 对不对 快捷方式 有个小箭头 我们可以把一个文件呢 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创建一个链接 好 所以这些呢 我们看到 在这里面 这些都是文件夹 那它在哪个地方呢 它是在 刚才我们有人说 是在Computer 其实在Linux里面 我们看一下啊 在Linux里面 大家如果手机可以看的话呢 可以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 这个 第二个文 第二个文件啊 第二个 关注一下我的头条号 杨哥520 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一个文件 这是Linux学习的正确知识 二 Linux文件管理 好 刚才我告诉各位 我们看到的那个我的电脑 在 在Linux里面呢 当然不叫我的电脑 叫什么 叫根 就是一个树根的根 看到了吗各位 就是那个东西啊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computer computer 它是谁呢 它是我们整个一个 我们叫做根 就相当于我的电脑 这个概念 然后在这个根下面呢 又有很多的文件夹 看到了吗 各位 就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样 在根下有很多文件夹 这都是根下的文件夹 比如说有什么home呀 有这个boot呀 有这个mnt呀 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文件夹 叫什么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啊 各位 来看一个很很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双击一下home 这边 这个home下面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阳哥 为什么只有一个阳哥呢 因为现在呢 我们这个系统上面呢 除了root用户以外 只有一个账号 就是阳哥账号 各位这个能听懂吧 应该 然后在阳哥账号下面呢 看 看到了吗 这是不是阳哥的家呀 就这个位置 就是阳哥的家那个位置 然后下面呢 有这个desktop 有这个桌面嘛 然后这里面有阳哥的那个目录 看到了吗 在哪个位置 它是在 各位看 这是在哪个位置 是在根下的 也就是在根下面的 然后home下面 看到了 我这个鼠标这个位置 根下的home下面 放大一点啊 在根下的home下面 然后有一个 刚才有一个阳哥 当然如果说 你建立了一个包包用户 或者是别的用户的时候呢 也会有相应的用户的家 他的信息 就每一个用户的家呢 大家会发现 都是好像安在 安在这个叫 根下的home下的 然后以用户名字 命名的一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每一个文件夹下面呢 又有自己的桌面 自己的我的文档 自己的下载 自己的图片 同样呢 Alice是这样的 Bobo是这样的 这个用户也是这样的 那我刚才那个阳哥用户 也是这样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 好像什么 好像在这个根下面 根呢 我们在Linux里面 不叫我的电脑啊 也不叫做什么computer 就叫做根 因为Linux呢 它整个 大家发现 它的这个目录 文件组织 就像一棵 倒挂的树 就是把树根 翻转过去 这个树呢 最上面是树根 这个根是整个节点 就整个的那个节点 相当于Windows5的电脑 在根下面呢 有很多目录 每一个目录呢 有它自己的作用 当然我们不用去了解 所有目录一定是干什么的 我们只要对其中一些目录了解 因为我们毕竟以后呢 要在这里面去不断的工作 那比如说 我们刚才大家发现 在根下的home下面 那很显然这个home是什么位置 各位 这个home是什么位置 大家看 回答一下 这个home是什么位置 根是整个 是整个这个文件组织的一个起点 对不对 这个根是整个 也就是斜线 这个根是整个 我们叫文件系统的 整个起点吧 就相当于一棵倒挂的树一样 然后在根下面呢 就有很多目录 我们随着我们的学习呢 不断的学习 我们会逐渐的呢 对 我们知道这个根叫根目录 这里要说一下 这个目录啊 等价于文件加 这个加的意思啊 跟这个目录等价于文件加 也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一个文件加 叫一个目录呢 都可以 但是在Linux里面标准的话呢 应该是叫目录啊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什么叫目录呢 目录和文件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我们先留下一个问题 然后等明天 等那个下周 我们再来说 这个文件加和文件加和文件 到底有什么区别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在根下面 刚才我们见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目录 就是home 这个目录呢 很显然 很多人他说这是这是什么呢 他说这是我们用户家目录的什么 就比如说 在根下面 我们这样组织啊 根下面的home下面 有一个叫杨哥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目录 这是我的 我这个用户的家 同样在根下的home下呢 有一个叫做Alice的目录 这是Alice用户的家 这个能看懂吗 有没有问题各位 能看懂吗 这应该不复杂吧 现在讲的 好 我们是照顾出约者啊 好 所以有技术同学呢 就不要着急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 那所以有同学 把这个地方叫什么 他说这个根下的home 他说这是 普通用户 就是我们用户的什么 我加了一个普通用户啊 一会我们看 他说这是我们普通用户 家的一个什么 家的小区 就是普通用户家所在的小区 这个话呢 可以这么讲 但是呢 这个说出来比较俗 那我们可以说的专业 相对专业一点 我们说home下的什么 杨哥这个目录 是谁的家呢 是用户 杨哥的 加目录 这个能名吧 那么同样 home这个位置呢 是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 他是一个 用户 加目录的一个什么 我们叫做 贝斯目录 这个话可以这么讲 这是普通用户家目录的贝斯目录 也就是一个基 基础的 从他这个地方为起点的一个目录 这个能理解吗 各位 谁都有家 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认为 这就是你们家的小区 好 这个能不能理解 各位 好能理解啊 来 我们看一看啊 我们看一个事情 我们做一个小动作 做一个这样一个动作 这几秒钟 十来秒钟以后 他就进入到平保模式 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动作 各位看啊 别着急 我们点应用程序 说实在的呢 我基本上没有用过这里面的东西 就这个图影界面 我没有用过 但今天我们就破例用一次 我找一个用户管理 我看一下 这很痛苦 我这这基本上 没有过这个玩意儿 为了照顾新同学呢 我们就 用户管理在哪个地方 这里面有用户管理吗 工具 怎么这么大的噪音 今晚上这么大噪音 天老师要造反吗 好像它很内的样子 我把这个关一个 风扇一直在交换 老拔的声音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今天晚上他这个 这一直一直在 可能是我没有关机的原因 昨晚上啊 来 我们来找一个 我们今天就从痛苦开始吧 本来想要简洁一下 那我们找一个创建 用户账号的一个位置 怎么就好像死鸡来的感觉 真的 电不了了 我先把它关一下 强制关一下机啊 这就是非法关机 这相当于拔电的这种感觉 好 那还行 我们就继续 我把这几个杀毒软件也停一下 OK 我们先来启动一下这台服务器 我刚才采用的是一个 非正常手段 把系统给关掉了啊 然后我们来把这台服务器启动起来 然后让它先启动着 每次使用电脑完了以后 要把机器关了 特别是这种 这种这个台服务器 好了 声音好像小点 你好 来 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个我们想要创建一个账号 那么创建账号验证的是什么效果呢 就是 在根下的home下面呢 我们又能够找到 那个账号的加目录 好 等它启动起来 来 Linux和Windows不太一样 Windows呢 它是有多个根 其实严格讲了 Windows啊 大家看到 它我的电脑呢 可以认为是最上层的这个位置 然后它有C盘的根目录 C盘的根目录 看到吗 然后D盘的根目录 还有呢 这个D盘的根目录 而Linux呢 是这种单根的方式 单根的方式 它的所有的文件 都是在根下面 这个完全当然可以理解为 我的电脑都可以 在根下面呢 有很多 又有很多的文件夹 有一些呢 是 是那个链接的 链接 也就是链到其他位置上去的 你起来了吗 看一下 没声呢 没有声音了吗 好 我现在呢 使用管理员 也就入个域目 登录一下 如果成功的话呢 它会显示 注意啊 这个登录的时候 密码肯定是不会 密码会显会会那个隐藏的 这种方式显示 这个这个倒是一样的 OK 这边我就不去特别纠结了 这个 大家发现 这是我的光盘 光盘那张光盘 我先把它弹出去 刚才我们想在这边 创建一个账号 但是我找了半天 我发现了这玩意太太痛苦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 因为啊 在Linux里面 我们基本上的管理 都不是通过什么 都不是通过这种图形化的方式 去管理 包括无论是用户 还是文件 等等等等 都是通过 都不是通过图形化的方式 那我们怎么管理的呢 各位看 我们是在桌面上点右键 如果有一个打开终端 open terminal 或者是呢 在这边点一下 有一个 在这个 收藏里面 有一个什么 终端 也可以 好 大家发现 这个终端呢 是这样一个 一个样式啊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界面 很显然 在这个 这个界面下工作呢 它就不是 它就不是那种什么 图形化的方式 是一种文本的方式 实际上呢 比图形化更加高效 举一个小例子 各位看 我要新建一个账号 新建一个叫做 Alice账号 我只需要在这边呢 敲入一个叫 useradd的秘密 当然这个只是先用 借给大家用一下啊 现在并没有讲这个 用户管理这一张 用户管理我们是在 后面会讲到 也就是在后面呢 会讲到这个用户管理 现在只是用一下 那只要回车 各位看到 这个用户就创建好了 而我刚才 一顿的在这边去找一下 就是那个图形界面 套在哪里边做 实际上呢 无论是windows 管理 你大家会发现 你管理用户非常复杂 你可能需要打开那个 图形界面 然后呢 你再去做相应的用户操作 而在linux里面 完成一个相应的 这样一个动作 非常简单 只需要这样做就可以了 来我们看看 打开home这个位置 同样这个home呢 也是入到用户的家 然后在other这个位置啊 我们找到所谓的computer 然后找到里面的什么位置呢 各位看 找到里面的home 下面home 下面刚才大家注意到 有一个杨哥 现在会应该多一个文件家 就是Alice用户的家 home下面 看到了吗 各位 这两个用户呢 是 这两个用户是 这两个目录是 两个用户的家 所以说根下的这个什么 根下的这个home下面 是我们用户的家 这个大家能听懂吗 来 根下的 根下的home 这是 这下面有什么呢 有 我们用户的什么 家目录 这能不能明白各位 那比如说 杨哥的家是在home下的 杨哥 然后Alice是在home下的什么 Alice 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注意 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系统当中 有几个用户 各位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 这个系统当中 也是昨天大家跟过来的 一共有几个账号 都回答一下看 我们看一下 都回答一下 有几个账号 有三个账号 对吧 但是好像缺了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 对啊 缺了个root 这个地方好像没有root的家 对不对 是的 root用户的家 不在这个地方 他毕竟呢 就是他是那个皇帝 或者是是这个最高权重的人 他不能和老百姓住一起 对不对 他是哪个地方呢 他在这个位置 各位看 是在根下的 一个专门的叫什么 叫root的一个文件家 看到这了吗 这个小标识 就root的家 在哪个地方呢 在根下的root这个位置 看这边呢 就是root家里面的桌面 他下面的目录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点是不一样的 对超级用户 root的家 是在根下的root 这是谁的家 这是我们root用户的加目录 好 各位不要想太多 就是加目录呢 它肯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 用户 这个用户呢 他可以访问呢 可以自由去使用的一个目录 那也说别的地方 你不一定能够 能够想干嘛就干嘛 但是在你家里面呢 你想干嘛 肯定就是干嘛了 没问题 而且大家细心观察一下 各位观察一下 这样一个提示符 细心观察一下 然后我在这边呢 再把这个账号给注销一下 这是锁定 对吧 不 这不是注销 这是锁定 按回车也可以 然后我们呢 把这个账号给注销一下 但是此时此刻大家发现 多了一个按钮叫做切换用户 对吧 也就是说不需要注销 你需要切换就行 因为现在一共可以登陆两个用户啊 这边我们可以登陆两个用户 切换用户 切换用户呢 就是刚才那个用户的 并不会真正的关闭 而是只是切换一下 好 我们切换到杨哥 点一下 到这里面去 我们先走的是比较笨的方式啊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一些什么动作呢 各位 当我切换到杨哥的时候 我现在这个系统里面 大家都看到 一共有三个用户对吧 每个用户的家 大家都很清楚的看到了啊 一共有三个用户 我现在想来再建一个用户 再创建一个用户 叫什么用户呢 叫做TOM用户 各位 明白了吗 刚才怎么建TOM用户的 怎么建用户的 还记得我们的步骤吗 打开什么 先打开什么 各位 打字块 同学打一下 这个没坏处 你要是纯粹只是听的话了 这个就没有意义啊 对 打个终端 对 你没关系 你看人家打了 你也打一下 我表现是对的 打开终端 你看还有打 还有打专业英语的 太强了 点右键终端 或者它终端 刚才是用的哪个命令 创建了一个账号啊 大概还记得吗 刚才是不是叫User IDD这个命令 我现在准备穿一个TOM账号 看到了吗 各位 回车 但是大家发现 这回不对了 看到了吗 这位不对在哪呢 他明确报了一个错误 英语稍微好脸的同学呢 就会发现了 这个叫Permission Permission呢 很抱歉 能复制出来吗 能 这边这个系统是可以上网的 各位看 我打开火火浏览器 然后 我打开火火浏览器 等一下 这个电脑是可以上网的 第一次打开 这么羞羞答答的不出来 给脸不要脸 好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找到翻译点 百度 上不去网了 可以啊 这个破网速 给他脸不要脸 好 这边呢 我们看到 然后 然后我们让他这个 去翻译一下 这个东西 很明显 提到一个错误 叫做什么 权限拒绝 这是一个问题 那道理很简单 那刚才我们使用的账号 是什么账号 来做的这样一个行为 刚才是不是超级管理员 对不对 也就是root 那么我们第一次认识这种 这种权限 位高权重的人 我们也第一次 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身边都是这种平常老百姓 就像刚才我们建立的 Alice用户 或者阳哥用户呢 其实他们都是这种 平头老百姓 他们没有什么权限去做这种行为 像这种 创建账号 这种行为 肯定是做不到的 好 拒绝得很好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看一些东西 是不是Linux真的是那种等级森严的 我们再来做什么东西呢 打开我的打开我的这个打开home 然后同样呢 打开这个位置 找到computer 这个没问题 看到了吗 我当前是哪个用户 各位 当前是哪个用户登录的 当前 我现在是哪个用户 好 其实呢 我交代一个命令啊 交代一个命令呢 认一下自己 有时候你认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的话呢 你使用是 Whoami 我是谁 谁是我 他告诉你 你是阳哥用户 对不对 看到了吗 我们敲了一个 Whoami 迷你回车 他告诉我 我是阳哥用户 其实呢 其实 也不用 敲这个命令 这个提示符上面就告诉你 你的身份是什么 当然有朋友说 怎么这也是呢 抱歉啊 这个是主机名 没有开视频 有开视频 手机 手机端 手机端是看不到视频的 我一会上完课的时候 我会把这今天的录屏的链 昨天链接给大家发一下 就是每天会发 头一天的这个 录屏 我一会会发一下 你们先那个看 好 一会会在这个地方发 就在这个群里面发 当然你们的老师也会给你们发 我这边补发一下赞 我现在看到了 我是阳哥 是一个普通用户 然后紧接着呢 我还来 我再来做一些 痴心妄想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 我看一下 Home下面 能打开 我看阳哥 没问题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家 我想 我在想 想在我家里面 想干点什么都可以 没问题 那么再往上 往上走一走 看看 往上走 这是Home这个位置 但是大家发现 Alice的家 对我是 是 是不能够显示的 他说你没有权限 你没有权限 去访问这个 Alice家里面内容 哇 好厉害 同样呢 我们再看一下 哪个位置呢 看一下这个 root这个位置 嗯 root的位置 这个是谁的家 是管理员家 也打不开 看到了吗 所以可见呢 我们在Linux里面 这个用户呢 真的是分角色的 这个当然 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不例外 在我们现实 现实的这个世界当中 这个每个人呢 都是有他的角色 和他的权限的 那比如说 习近平主席 是可以到我们家里面来的 也不需要得到 我们的许可 没问题 但是我们想要去 中南海的话呢 你只能被赶出来 因为没有权限 对不对 所以 今天呢 我举这个例子呢 其实就是想告诉各位 你不是说 你随便一个用户 在Linux里面 你想干嘛干嘛 大家发现 刚才我们一个 普通用户 谁呢 杨哥 一 我们这个 user add 去创建一个tom 也就是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 这个行为是 失败的 第二呢 去访问 比方说其他 sorry 其他是这个他 其他用户的什么 加 我们就要写吧 其他用 home 最后结果也是什么 失败的 怎么看不到视频 网络蚂蚁 你用的是手机 还是电脑 用的是手机 还是电脑 电脑 你用的是那个YY YY软件吗 是YY软件 还是你 就是你下载的是 YY软件吗 好吧 那我 我现在再下一个课吧 看昨天也是这个情况 我下课 等一下 现在可以了吗 这个 保罗蚂蚁 可以了吗 说话 还是不可以 其他同学都可以 好了 刚才我们看到 你看看身边 还有同学没有 用上他们电脑 或者一起看 那我们看到 Linux同样是一个 等级森严的 一个这样一个 系统 和我们的生活 社会是一样的 那么 我们在后面呢 一般要做一些 管理操作呢 肯定都是管理员来做 而不是普通用户 普通用户没有权限 好 言归正传 如果遇到英语 不会的话 怎么办 然后打开 百度翻译 然后往里面 沾就可以了 打开百度翻译 往里面沾 他会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所以不要愁这个 说 我 我好多地方看不懂 没关系 好 各位 刚才我们 刚才我们的这个 好 那这边呢 我们举一个小例子 看大家能不能看懂 我刚才 我现在登录的是 这个 我现在登录的是 杨哥这个账号 我敲了第一个命令 失败了 第二个命令呢 这个没有失败 这是看我是谁 第三个命令呢 比方说我们叫 MKDR 创建一个文件夹 创建一个MKMIC 创建一个文件夹 在哪创建呢 好 各位看一下啊 别着急 我们 我看你们的反应 我们来讲 创建一个文件夹 刚才 我们摄像敲的 看 后面敲一个空格 空格 根下的 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什么 根下的叫做 home下面 叫做 叫什么 叫羊哥 下面呢 desktop 注意 这个desktop D是大写的 看到吗 而且大家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 你看 我在敲这个路径的时候 前面这是命令 MKDR 这是用来创建文件夹的 创建文件夹的 各位看到了吗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 在后面呢 敲一个空格 表示你要在哪个地方 创建文件夹 后面呢 你看我敲一个根 我敲一个H 然后紧接着呢 我敲一个键盘上的 table键 看到了吗 对 重新退一下 再进一下 各位啊 我敲一下键盘上table键 TAB键 看到吗 它自己就帮我补全了 所以在Linux里面 其实图形操作 其实命令的这种操作 比图形来的还要快的 多的多 真的是这样的 你看 我敲了 我就敲了一个字母 然后按了table键 它就补齐了 自动过补齐了 然后我再敲 因为home下面有几个文件夹呢 各位看 home下面刚才看到有几个文件夹 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叫 杨哥的 一个叫做Alice的文件夹 是不是 然后我敲一个Y呢 按table键 大家看到吗 它自动就给补全了 因为以Y开头的呢 就这么一个 然后紧接着呢 我再敲一个D 注意这里的D啊 是大写的D table键 D table键呢 不好使 我按了一下table键 不好使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 那我再按一下table键 我再按下table键 看到吗 我按了两次table键 因为 因为以大写D开头的 有好几个文件夹 他们都是以大写D开头 什么Desktop呀 什么Documents啊 或者Download的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输入的这个东西呢 还不够为1 所以呢 你得还要往后再输一点 那下面我们看 我们是不是只要输个DE 后面看一下 这个S 这个是C 这个是W 然后按table键 它自动会给我补齐 看到了吗 各位 好 比如我创建一个叫DRE的文件夹 各位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这个文件夹是创建在哪的 或者说 大概大家估计一下 有没有这样一个权限 刚刚下课就看不到视频呢 其他同学呢 这怎么这样啊 那我再下一次课吧 下一次课 好 如果不行的话呢 你自己退一下啊 好吗 好 那现在我们已经 我妈呀 我这屏幕都花了 这边 好 好 那这个地方 是创建在哪的呢 是创建在我们的 看 根下的home这个位置是哪啊 是 home下的杨哥 杨哥的桌面 所以大家注意看 我的左侧 看这了吗 我的左侧 是不是多了一个DRE文件夹 好 刚才我们整个敲 发现很快啊 对不对 非常非常快 因为呢 我们敲了一部分 他就可以按table键的补齐 而且大家注意看啊 我现在 如果想要创建一个 DR2的一个文件夹 那么也就是说 前面这一部分都是相同的 我还要创建一个DR2的文件夹 这刚才书的这些命令呢 其实是可以再调出来的 我们只要按键盘上的这种 上下翻译 上下键 你看往上按 就能够把 历史命令给调出来 对不对 我再往上翻 也是一样 看到吗 这是我曾经说的历史命令 往下翻也是一样 对 这个很棒 save和这个一样 然后我在这边只要改一下 删除改2 回车 大家发现 你看 这边又多了一个DR 文件夹 是不是 那如果说 我们要通过鼠标的方式来操作 其实慢得多 而这个 这个命令是用来创建文件夹的 没问题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我们后面会讲到的路径 好 那我们下面正式来认识一下这个Linux的一个目录结构 其实你用时间长了就会习惯了 有两种方式 有一种方式来看 来看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 我们在Linux里面有一条命令 这个命令呢 非常简单 叫做LS LS这个命令呢 其实呢 你可以认为叫List 但是不是List 它就叫LS 大家发现 你看 LS和你鼠标去双击打开一个文件夹是什么 是一个性质的 那现在到底打开的是哪个文件夹呢 是哪个文件夹这个位置呢 好 这边有一条命令 非常简单 叫做PWD 打印当前目录 好 也就是我现在此时此刻在哪个地方呢 我是在我自己的什么 加目录里面的 我在自己的加目录 因为我是阳哥用户嘛 我当我打开这个终端以后 它默认情况下 就在自己的家里面 所以LS命令 瞧回车 看到的就是你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情况 家里面的这些东西 这些文件 还有这些文件夹 LS呢 就是相当于在Windows里面 鼠标双击打开文件这么简单 而PWD呢 是用来干嘛的 这是它的作用 是用来打印当前工作目录的 先不管它 打印当前工作目录 其实它是这几个单词的首字字母 P-R-I-N-C 打印 打印工作目录 其实它是这几个单词叫PWD 这个单词的首字字母 打印工作目录 那么也就是说 你随时可以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那你想你随时想定位一下 你自己在哪个位置的话呢 你就敲入PWD就可以了 好 OK 好 回到这里上我们来看 那刚才我们讲了 你这个LS呢 你回车以后看到的是什么 是当前目录的数据 那如果说你LS跟 那看到的就不一样了 看到了吗 各位 LS空格跟空格 LS是一条命令 后面的这是一个参数 这个表示呢 我们要看的 如果说你LS后面不跟任何参数 你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你在哪 你看到的是哪的东西 比如说你在这个楼的十层 你看到的就是十层的那些个 那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桌子椅子 那你跑到五层去呢 你看到的就是五层 所以LS命令 如果不加任何参数的话呢 那加看到的就是 你当前这个位置上 这个所有数据 如果说你加了一个参数 比如说你LS后面跟一个跟 看到的就是跟下的所有目录 同样呢 你LS后面加上跟下的home呢 你看就是home下的所有目录 所以非常简单 同样呢 LS后面下 比方说你看跟上阳哥回车 你看到就是阳哥加下的所有数据 就是你加哪个参数 那他就是看哪个目录下的东西 如果说你不加参数呢 这个命令看到的就是你自己 当前这个位置的数据 呃不是数据啊 是文件和文件加 好各位 这个能不能看懂 大概能看懂吗 全面都有 能不能看懂 就是能不能大概 简单的先 对我们这几个命令 有一个这个命令呢 我们没有专门讲啊 这个命令之所以出来 就是想让你知道 在Linux这个世界里面 同样是有等级森严 这样一个 同样是有这个 有这种叫什么 有这种级别的啊 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 那who mi呢 也比较简单 就是显示你是谁 其实那是多余的 为什么 前面就显示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命令 为什么失败 刚才讲了 有人说 老师 杨哥是一个普通账号 其实 大家观察一下 这个位置 你们刚才注意到 root用户这个位置 是一个什么符号 有注意到吗 就是我现在画了 这个小黑线 这个位置 root用户 root用户是什么东西 是个锦号 没错 凡是以后你见到锦号 你都绕着走 或者跪着走啊 表示那是牛逼的人啊 所以你得小心点 他是能够见神杀神 见鬼杀鬼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的一个人 那如果说你见到的是一个美元符号 表示你是一个屌丝 你就是一个小屌丝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那就是说你基本上呢 在这个Lelix这个系统里面呢 你这个屌丝 你是干不了太多的事情的 那有人说 我刚才使这个命令 是失败了 没错 我使这个命令失败了 那这个命令 我是不是成功的呀 这些命令 注意哦 这个地方不是一条命令啊 这是我按了一下什么 table键 按了两次table键 由于我输入的并不具有这种 带有这种什么 唯一性 因为我输了个d嘛 而这个文件夹下面 有好几个带d的 所以呢 他就会帮你展示出来 然后我紧接着呢 在后面又打了一个e 那他就帮我补权了 当然补权还是按table键 叫tab键 很搞笑 以前我记得我讲课的时候 我说按table键 有人真的在 在那个Linux系统里面 输了输了一个 输了三个字母 tab 那家伙他太痛苦了 就像按 有同学说 你按一下那个键盘上的esc 你按一下esc 他说esc 这就搞笑了 这个大家知道 我是让按table键 我是让按那个 左上角那个esc键 好 那么 我这边呢 各位看 我ls跟没问题 我ls home没问题 我ls home和杨哥也没问题 那如果我ls home下的 Alice 有没有问题呢 各位猜测一下 今天先预告一下嘛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对吧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是看不到的 无论是你通过鼠标 去双击打开 还是通过命令行 其实你的本质上是一样的 就是 就是你想看这个用户家里的东西 看不了 同样呢 你想要看这个对 想要看root目录下的东西呢 你也是一个不要脸的行为 这个是 你这是 奈哈马 想吃天药肉 这是做不到的 好 那知道了这些东西以后呢 我们就来 看一看 我们首先来带大家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啊 我们村里的人啊 这个各位 有同学说 这个屏幕好乱了 现在 这个屏幕太乱了 乱糟糟的 我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干净的人 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说一个快捷键 快捷键啊 就刚才我们按table键来补全 这个是非常棒的了 那现在我们来说一个快捷键 叫什么快捷键呢 Ctrl键加上 有人说的 是说Clear Clear可以 但是呢 玩太慢了 那你看我输一个Ctrl 加上这个什么 加L 那不是加1啊 加L L键 看好了 我按了 Ctrl加L 看屏幕的变化 没有变化 点进来 变了吧 各位 就如果说你希望你的屏幕保持整洁 怎么办呢 你希望把上面的卷上去 就是把上面的卷 给我卷 往上卷 就像那个 你写过了一 你写过了一篇纸 你写的烂七八糟的 往上卷呢 你卷上去以后就没了 你随时都可以卷 你喜欢在什么时候卷就什么时候卷 Ctrl加L 这是个快捷键 好 放心 我们在后面会用到好多快捷键 这快捷键呢 用我的话讲 就是能够提高你这种操作的速度 越操作越快 最后你会发现 你虽然说是这种文本操作 但是你这种速度绝对是什么 那种图形化操作的几倍 甚至不止 好 OK Ctrl加L 大家记住 这是用来清屏的 好吧 清清理屏幕的 好了 然后我们再紧接着看一下 LS加上根 但这样数是不对的 各位 这样数的话 他会说 说要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会 他会把整个当成一条命令 这是你不对的 他说你这个目楼没找着 是的 LS控格根 这个是吧 好 在根下面呢 有一些文件家 我们呢 稍微的呢 来认识一下他们 稍微的啊 这个你们想看的话呢 就在 阳哥520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头条号 你去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呢 这里面有有N篇文章 然后就是配套我们的这个学习资源的 我就不会给你们再单独发了 好 再根下有一些文件家 我们已经认识了哪些呢 各位 我们已经认识了哪些 看到了吗 我们认识了是不是home呀 我们现在先说 根下的文件家 不说他下面的 这些子子孙孙呢 不如说没用 就是说太远了 格格好几代 就不沾没有亲戚关系了 对不对 好 根下的home 怎么见过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普通用户家 所在的那个小区 也就是我们叫base目录 还有呢 root 这是管理员的家 这两个地方就是家嘛 对不对 但是它不是纯粹的家 家还在下面 而这个root呢 那就是家 那么各位 还有一个 这是 还有一些目录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比如说 大家看一个小事情 各位看一下 看一个小动作 来 我想清屏怎么清 各位 Ctrl加什么 我想清除屏幕 往上卷 Ctrl加L是不是 其实我刚才虽然说 输了个大L 那是不用按那个大L的 就CtrlL就行了 就小L CtrlL 清屏呢 然后 那我紧接着呢 我要做什么呢 大家观察一下 我敲 我敲一个秘密 PWD 这个是用来 显示当前所在的位置的 对吧 就是用来定位的 就像你去公园里面玩玩玩 你走了走了走 迷路了怎么办 你可以定位一下 你在哪个地方 他说你现在所在位置 是在这 那么我敲一下 根下的 并下的PWD 大家发现 功能是一样的 看 这两个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这怎么会一样呢 各位 这是同一个东西吗 我敲了PWD 我也没有说 是哪的程序吧 各位 我们有没有说 是哪个地方的PWD 有没有说 并没有说 对吧 其实PWD PWD这个程序 什么叫程序呢 在Windows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 .exe的这种文件 就是那种 一双击就可以打开的那种 就是那种程序 那种文件 那PWD呢 它也是一个程序 它的准确的位置呢 就这个文件 这个程序文件放在哪的呢 是放在根下的 并下的 PWD 但是我们在敲的时候呢 其实也没有敲它的路径 一样是可以的 嗯 它自己会找到这个位置 它懂得吗 自己会找到这个位置 在这个并下面 有很多的 比如说 并下的 Data 看时间的 看到吗 看这个时间的 当然同样 你敲Data就可以了 你完全不需要 去敲出这个路径 那么可见什么 可见 这个根下的这个并 是放一些什么 是放一些我们叫命令 或者程序的地方 就是根下的 各位看 根下的这个并 这个下面呢 会有很多 像什么Data呀 根下的并下有LS啊 根下的并下有这个什么什么 PWD呀 这些都在根下面 这三个东西 来自于更多的东西呢 它们都是一些程序 都可以程序 当然我们不用敲 但有一些命令呢 它不在这 你看 其实我们想知道 一个程序 在哪个地方 也可以敲一条命令 叫Witch 这个大家很清楚 Witch就什么意思 就是兄弟 你在哪啊 我不知道你在哪 你出来呀 对不对 比方说WitchData 哎呦 它告诉你在这 对不对 在这 其实这个下巴也行 也可以 或者说呢 这个Witch 刚才的那个叫什么 PWD 也可以 同样说 老师你说的不太一样 和他刚才 是这样的 什么样子呢 看 根下的并 看这条小线了吗 其实已经链接的 它只是个快捷方式 它已经链接到 根下的什么 USR下的并 所以这个大家 都不要纠结了 就是它是链接 快捷方式 所以我们说的 这个都可以 然后如果我们 再看一些命令 叫什么 UserADD 这个命令 刚刚各位见过吗 是不是用来干嘛的 虽然说 你现在还不能驾驭它 但是你知道干什么的 应该知道吧 它是不是用来 创建 账号的 各位 是不是 纯用户 对 你看回车 我还看不了 它在哪个地方 说明我是一个什么用户呢 我只是一个普通用户 来 为了演示呢 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呢 还是先使用管理员 先到处碰钉子 总归 感觉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我们还是先使管理员 点这个LateList 然后点击 root 然后 readhub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管理员里面 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看 比如说 which data which ls 那个 什么来着 pwd which呢 useradd 好 各位看 这个有点不太一样了 看 这个一个是 这个在b下面 一个在什么 s就是super 超级的意思 比如说老师 超级不会打 怎么办 超级不会打的话 你就 看看百度翻译 super 我是superman 对不对 超人 超级用户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下面呢 是超级用户 使用的程序 而这个下面是什么 普通用户 使用的程序 我说了啊 今天带你们认识认识 所以不要感到害怕 那下面呢 我们认识一认识 看 根下的b下是什么 看到了吗 各位 根下的b 根下的b下面 放的是什么样的 一些命令 哪种级别的人 使用的命令 屌丝 是不是 小屌丝 使用屌丝 使用的命令 就是 根下的b下面 是我们普通用户 使用的命令 那比如说 根下的b下的ls 根下的b下的data 但其实呢 严格讲 它已经搬家了 这个7上面呢 已经把这个b目录搬家了 搬到哪去呢 统一搬到了根下的 这个usr下的b 同样和什么 根下的sb 搬到了根下的usr下的sb 好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交案这边 我既然说了是认识 所以大家不要有什么 过大的心理压力 就认识一下 以后呢 我记得我去公司的时候 我每去一个公司 然后人力都会给我介绍一下 说 那个 杨盛啊 这是谁是谁 这是我们的谁是谁 叫什么名字 干什么呢 我大概握个手 说个你好 我新奶奶 以后多照顾 完了以后呢 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记住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也记不住 但是我就慢慢慢慢的打交道多了 我就以后呢 慢慢打交道多了 我就熟了 我就记住了 或者说我也不是都熟 我只是把那些打交道多的那些个 那些个这个人记住了 同样道理也是一样 以后随着我们后面课程的不断学习 前面这个介绍 介绍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先大概知道一下 然后我们再慢慢给这些母主打交道 所以大家不要有过大的心的压力 毕竟这是第二节课 OK 好 根下的并下是普通用户的命令 而根下的什么 S并下面是超级用户使用的命令 看到吗 但其实已经移动到了哪个位置 统一把它链接到了根下的USR下面 各位这个能听懂吗 这个能听懂吗 各位 断了吗 断网了 好了 能那个回应的都回应一下 2表示不懂 2表示不懂 对吧 这是普通用户使用的那些程序和命令 那些文件是放在根下的什么 并下面的 然后管理员使用的这样的程序 是放在根下的S并下面的 这个能看懂吗 我们想知道一个命令 一个程序 它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当然我们用的时候 是可以不用去敲 它的全部的整个路径 那比方说我们敲 用LS命令的时候 只要用LS就可以了 也不用去敲这么长一串 但是呢 你还是应该知道 这家伙呢 夹住在哪个地方的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再说一遍 管理员 他的 普通用户 他所使用的 能够使用的命令 是放在根下的S并 当然 普通用户能够使呢 那管理员 肯定也能够使用 这个毫无疑问 我们只是区别一下 管理员能够使用的命令呢 是在根下的S并下面 OK 能听懂吗 各位 那个叫理 对USR是个链接 你们刚才没看吗 各位看到这边 来看啊 我们打开一个图形界面 看一下 你们看到了吗 这儿 看到了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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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是个链接啊 链接相当于什么 就快捷方式嘛 是不是都是链接 看到吗 其实看我这个图 更加清楚嘛 你看 根下的B 到这儿了 呃 与其说链接也好 或者说再换一种 说法也罢了 这个我现在展示的是 7的目录结构 6和这个不一样 这个7呢 是这样的 以前啊 在很早很早 以前的6那个年代 甚至是5那个年代 一个普通用户使用的命令 既在根下的B 下有 也在根下的USR下的B 下有 那很乱 就是两个地方都有普通用户使用的命令 同样管理员使用的命令呢 使用的程序呢 在两个位置 一个在根下的什么SB 一个在根下的什么 USR下的SB 那么7这个系统 未能能够统一 它把它们做了一个 做到一起了 这是已经相当于 逐渐就要放弃这个位置了 就是以后你在 可能在更新的系统当中 可能你就已经看不到这个位置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 有可能啊 所以它做了一个统一 是全部都放在了根下的USR B USR下的SB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集合 所以你也不用管 特别关注它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啊 普通用户使用的程序 在根下的B下面 管理员使用的命令呢 在什么 根下的SB下面 这个说法没有错 但实际上呢 它已经是一个连接了 好 各位我说的这段话能听懂吗 好 那就说明差不多吧 OK 那 问一下 你想知道一个程序在哪个位置 用哪个命令去看啊 来 你想知道一个程序 它是在哪个位置 用哪个命令去看 位置 对 你在哪 位置后面跟上那个程序就可以了 对 没错 瞧一下是有好处的 那 你现在想知道你自己在哪个位置 看用什么看 就是你现在当前所在的位置 用哪个看 对 PFD 这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一个是想知道人家那哥们夹住哪个地方 说 兄弟你夹住哪啊 你给我说 说说说 然后一个是什么 我现在在哪啊 对不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 还是一句话 今天是第二节课 其实我们讲的比较比较慢啊 然后 大家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 为什么呢 我是自信 我没有那个能力 去公司 然后呢 别人给我介绍一遍 说介绍了十个人 不说十个人 就是五个人 我第二天 我都记不住 然后我最后可能找这哥们多了 次数多了 我就知道说 你是那谁啊 对不对 这没问题 所以不要有这种压力 认识一下 好了 那我们再接着认识一下呗 刚才看 B 还有了 SB 认识过了 还有这个 上面这一排 这一排 这一排 B 这排我们认识 大概认识一下 B SB认识过了 Home和Root也认识过了 有两个地方了 有前面的三个文件夹 非常重要 我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Dev 当然这都是单词 Dev是device 设备的意思 Dev下面放的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目录下面 在根下面的每一个目录下面 它存储的这个文件呢 都是有特定内型的 那比如说 刚才我们看到 在根下的bin下面 放的是程序 一些普通用户 使用的程序和命令 在根下的Sbin下面呢 放的是管理员 使用的程序命令 在根下的Home下面呢 是有一帮普通用户 等着吃饭 在根下的Root下面呢 这是Root用户的加 这都没问题 那在根下的Dev下面呢 对 这是设备 是我们的设备 看一下啊 什么叫设备 还还有还搞了一个名词 叫设备文件 有同学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 就是就是Linux 应该说是 主要是Unix Unix是它的老祖宗 就是我们现在说Linux呢 其实是属于Unix这个类的啊 属于这个类 那个类里面的 像很早很早以前呢 我还在用的是Unix Linux是一切接 口还没打出来 一切接文件 就是在Linux里面 一切都是以文件的形式来体现的 这么说吧 文件是文件 文件夹呢 也是文件 把你扔到Linux里面 也是一个文件 都是一个文件 对不对 那么有一些文件呢 是比较特殊的 它可能是不能够编辑的 就比如说 在根下的DV下 有一个叫SDA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是我们的硬盘 看到了吗 硬盘 在根下的DV下 有SDA1 这是它的什么 分区 大家看到这条命令 我们可以敲一下 跟着它敲一敲 就是 哎呀 又到这个 这个是什么来着 各位看 比方说 我 LL LL这个好看一点 各位看 如果敲LS 如果敲LS 它是这么显示的 如果敲LS 是这么显示的 各位 你们更喜欢哪种方式呢 你们更喜欢是 LS显示的那种方式 还是LL显示的方式 回答问题的 回答问题的 避免睡着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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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的不少 那照你那么说 看 这是这种方式显示 还有呢 这种方式显示 看到吗 小图标 列表 小信息 看到吗 那各位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各位 就是 你刚才看到的 这是不是就是相对于 小图标显示 这是什么 详细的方式吧 是不是详细的方式 好 如果说你想看 文件的名字 只是想知道 有哪些文件 肯定呢 就 LS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想知道 这个文件的大小 还有了 什么时候改过的 还有了 它的一些 我们后面讲到的权限 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就要看 详细信息 没错 LL就是详细信息 它等加于 LS 空格 加一个L的选项 看到吗 这两个是 一样的 就说 等加于 LS-L 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既然说 有那个叫LL 谁还会敲LS-L呢 对不对 这个LS命令 加一个这样一个参数 结果呢 就会 其实就是那种 以长的方式 Long 长列表的方式 去显示的 这样一个 一个模式 OK 好 那我们回到 正题上来 比如说 LL 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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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下的 sd 我们带来个星 星什么意思呢 星就是说 星有见过星吗 星是什么东西 能猜到吗 可以 这 我怎么忘了字怎么打了 我怎么忘了字怎么打了 无比现在成这个样子 让人觉得亲和以看 通被符 就是说通用的 通用的 没完吗 打过麻将的应该知道 就是那个赖子 那个混 各位 它什么都可以替代 就是它可以替代什么东西都行 就是 sdV下的sdd 啥玩都行 回车看一下 看到了吗 各位 比如说这什么玩意儿 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的硬盘啊 大家还记得 当初我们装系统的时候 让我们分区了吗 当然我们当时没有分 我们采用的是自动分区 你看自动分区的 给我分成这个样子 看到吗 分了几个区 各位看到了吗 我让它自动分区 给我分了几个 三 是不是三个 大家都看是不是三个 还有别的答案吗 但有时候我问你这个 我这么问你也不要害怕 我要问你有没有别的答案 你有时候你要是觉得对的 你要坚持 因为我有时候是炸你的 我对我怕你那个 我怕你这个 我看你是不是这个人 那个比较 对自己比较这个什么 那个叫 坚信自己啊 你要是正确的 那你就自信一点 不要害怕 是几个各位 是不是三个 答案是错的 但如果是错的话 你就不要坚持了 对不对 对的你坚持 错的你还坚持什么呀 看好了 上面的跟存放在根下的 DEV这个文件夹下面的 叫SDA这个文件 这是什么 这是整个硬盘 就是整块 这个硬盘 然后它分了两个分区 一个两个 就两个分区 对它两个 这是两个分区 就如果说7 SDA这个系统 你知道它自动分区的话 它会帮你分两个 够给脸子了 你还想怎么着 两个不错 好 那这里呢 当然 如果说还有第二个硬盘 那就是第一位下的什么 SDB SDC SDD SDE SDF 这样的结构 它是这样的意思 以这个命名的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知道 硬盘 它应该不是一种特殊 不是一种普通文件吧 各位 硬盘是不是不是普通文件 它是一种特殊的文件 但是 在Linux世界里面 这种 一切接文件的这个世界里面 啥玩意儿到Linux里面 都是文件 都是一个文件的方式 来展现的 刚才不讲了吗 把你扔到Linux里面去 也是一个文件 各位见证听懂吗 对 同学说 它啥叫设备文件 设备文件 就是一种特殊的设备 可能是硬盘呢 可能是其他的设备 这样的一些文件 当然也有些设备 是特殊的设备 好 不乏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这些个设备 那很显然 上面呢 我这个当时啊 我们这个抓图的这个电脑了 分了三个分区 没错 对你刚才说 如果说分了三个分区 要强制是我这个笔记 的话 那就对的 那另外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些特别的一些设备 像看 第一位下的Zero 第一位下的No 第一位下的Random 就是我们叫空设备 类似于回收站 这个第一位下的No 这个文件 它就是百目大 就是三角洲 你敢进去 你就消失了 时空就发生这个变化 就没有了 就这个地方 你千万不要去 你敢去的话 你这辈子可能就回不来了 相当于那个 无理洞一样 类似于回收站 所以我们后面 如果把一些什么信息呢 抛到这里面去 抛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那就相当于 非了没了 那如果说 你想产生一些随机数 产生随机数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个设备 还有呢 像第一位下的Zero 它跟那个无理洞 正好相反 无理洞呢 是永远填不满 像那个大尾王一样 你怎么装 它都吃不够 那么Zero这个文件呢 正好相反是什么呢 永远用之不竭 取之不尽 就这里面 能够源源不断的 拿出这种 零设备 叫零填充的这种东西 好 同样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无论是我们的硬盘 还是分区 还是NOW 还是空设备 还是这个零设备 还是随机数设备 它们都是什么 设备文件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位置 就是在跟下的第一位下面 就是这个地方是 我们讲 叫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要是这种 这种普通的人 吊丝 你就在B下面 你要是这种当官的 你就在这下面 你要是那种特殊的这种设备呢 你要是超人或者什么呢 你要是个物体啊 那就应该放到这下面 这是系统默认给你放的 所以说你大概 进到一个地方 你就知道说 我知道 我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个什么地儿 我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至于什么Long设备 随机数设备 还有Zero设备 这些设备文件 还有硬盘文件 甚至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我们怎么分区 我们会接入到 今天呢 只是统一地告诉你 这叫什么 设备文件 它们都是放在 跟下的 Device下面的 这些位置的 好 关于这一段 有没有听明白 各位 就是我们讲到了 在跟下的 这个 在跟下的 这个什么 Device下面 放的都不是人 放的都是什么 物 好 问我TTY 我没想讲 你问我TTY 好吧 TTY呢 是终端的意思 终端 各位 终端也是一个文件 也是一个文件 终端 什么意思呢 我这额外的加一个补充 你看 TTY这个命令 它显示的是你当前终端 那我们与其说什么 Data命令 大家看敲回车以后 是不是显示了一些东西啊 我们与其说是 Data命令 敲回车以后 显示了这些内容 在屏幕上 其实还不如怎么说呢 就是 Data命令呢 它把结果 写到了这个文件里面去 因为这个文件 就是我们当前的终端 终端也是一种文件 就是你当前的 这个显示 你可以认为是显示屏 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你看 我敲Data命令 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些数据 一些消息 其实呢 它是写进这个文件里面的 那这个文件 就是我们当前的终端 所以最后展示的效果呢 就是在我们屏幕上 因此终端 也是设备文件 也是一种特殊的设备文件 不是常规文件 好 如果能理解就理解 理解不了的话了 也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现在不是重点 还有呢 Root是Root用户的加 Home呢 是普通用户加的什么 Base 就是它并不是 它不是某个人的加 而是某个人按加的那个位置 看到了吗 各位 好 PWD显示什么 显示当前的自己的所在的位置 LS是用来干嘛的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看 鼠标 鼠标这个去 双击打开一个东西 双击打开一个文件夹 然后最后去看它的内容的 对不对 这是LS 这个干这个事的 LS有人说 我觉得LS就是一个屌丝 它能干什么呢 它什么都干不了 它不就是看吗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还真不要小瞧这些命令 这些命令呢 它绝对是使用频率什么 最高的命令 因为虽然说 虽然说这些命令可能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用途 但是那基本上就是什么 使用频率最高的命令 然后我们刚才 我这个命令是为了配合演示 各位看前面 是个提示符什么 这个提示符代表了什么意思 警号提示符代表了什么 各位 这个警号提示符代表了 你当前是个什么人 大佬 对 可以这么认为 你是个老大 英语不错 这个随便一整 就是一个super 这个 这英语啊 这你 还有好多人问我说 这个学 学云计算这个英语 要好到什么程度 六级 我天 那 那那那 这个好多人做不到 我说一下 云计算应该好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级别的 第一个级别是 英语 我说英语啊 就是 好 一会儿来说英语吧 一会儿我们 一会儿讲完再来说吧 免得这个大家觉得耽误时间 一会儿来说 一会儿我们八点半的时候再来说 我看看你们现在在哪个级别 我们马上组织一次考试 看看啊 那个 我建了一个账号 我 我现在是root用户 我配得上这个命令 对不对 Use add 然后建了个账号 最后一看呢 在home下面呢 你看 在没有建账号之前 是不是后面下面就两个 一个叫呼呼 一个tom 这是这两个用户的家 我已建 我建了一个 创建一个账号以后 然后我一看 多了一个 yes 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各位 关于家应该是 大家都很清楚吧 家没问题 各是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你不要不要去那个 包到别人家里面去 你也去不了 只有肉的用户可以去别人家里面 好了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个 这样一个目录 当然我在这敲也行 或者说我看我屏幕上的笔记也行 LS跟下的 PLC 哇 这个目录下好奇怪 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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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PLC PLC这个单词呢 是 PRO CESS 好 问一个问题 各位 大家应该见过 那个 不是应该见过 肯定见过 大家会发现 这个 那个车啊 在启动起来之前 就是没有开 没有启动 和启动以后呢 仪表板上显示的东西 是不是可能不一样啊 各位 那就比如说 那个 时速 在没启动之前 那个时速是不是零啊 启动以后呢 随着你这个 踩油门的速度 它会变化 是不是还有了 就是你的油耗啊 你的剩下的油量啊 这些数据 是不是很多都是 都是在车 要是找了以后 才能看见 没错 是这样的吧 所以呢 这个根下的PLC 它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 如果说 那个仪表板 是能够看到 车的那个 一些实时的信息 也就是 它实时啊 什么叫实时 实时 如果说 你看到那个 通过车的那个 仪表板 看到那个车的 一些实时信息 那我们能够 也能够通过什么 PLC 看到我们这个 Linux系统的 各种进程 你看这边呢 我们上面写了 PLC 它是一种 虚拟油线系统 也就是 它并不是 真真实时存在的 它可能只是在 内存当中的 就这些文件呢 它仅仅是存在 内存当中 就是一关机 就没了 因为我们知道 内存呢 和那个车的 仪表板一样 只要一断电 它就没了 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 是内核的 甚至是一些 进程的 一些实时状态的信息 这些信息 我们可以干嘛用呢 我们可以看 也可以呢 用来做后期的 比方说优化 好 这边这个例子呢 可能大家不太容易 看懂 但是呢 可以敲一下 至少是 那我们可以配合着 敲一下啊 就是看 可能有点 看不明白 但是呢 我们得可以敲 敲一敲 怎么敲呢 看啊 敲一下 总不会出事吧 对不对 PS AUX 然后 空格输线 GREP SSHD 你先别问我 什么意思啊 大家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 1234 看到吗 这上面的是 1241 这个是进程的进程号 就每个进程呢 在启动以后会有个编号 那然后紧接着你会发现 在LS 在PLC下有个 12 多少来着刚才是 往上诡一会看 1234 对 1234 大家发现呢 这里面就是哪个进程 刚才我看的是哪个进程 是不是 SSHD进程 那这里面就是 关于这个进程的 所有的实时信息 那如果我把这个进程 杀掉了 比如后面我们会讲到 把它关掉停掉 那你会发现什么 这里面就没有一个 1234的一个文言家了 所以 PLC呢 今天给大家第一次见面 它里面是什么 是一些实时的信息 我们后面如果讲优化 调优 也是在这里面去做一些 相应的操作 好了 你只要知道 这是一个 PLC 是一个虚拟文件系统 里面反馈的 反映的是什么 当前内核的 进程的一些 他们运行的一些信息 状态信息 有点像 就是吧 是和车的遗保板 是一个性质 当车跑起来以后 这上面显示的是 车的速度 油耗 等等等等 一些信息 还有它的一些比较温度 等等一些信息 好 这个大概 大概能听懂吗 各位 我还是那句话 我强调的是 认识今天 不是熟悉 所以这个道理要明白 好 所有同学看一下 从认识角度来讲的话 有认识他吗 你一定不要 不要先去问我这个命令 老师 这个命令怎么解读 这个命令呢 就是说白了 我只是想查一下 这个进程的 进程的一个编号是多少 因为每一个人 是不是都有一个编号啊 大家知道 9527是谁的编号吗 说到9527 9527呢 是对唐伯虎的 当然好像还不止吧 好像周星驰的所有电视里面 都有这个 他的这个9527的编号 到底什么意思 鬼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每个人都有个编号 007 那我们每个人 有没有编号呢 我们每个人也有 我们每个人呢 一旦生生 一旦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就会有一个身份证号 一旦你死了 然后就把这个号出销了 就没了 那他的 你的所有信息 是在哪个地方体现的呢 就是在根下的PLC 就这里面有既有进程的 那你说怎么这么多数字啊 这个很奇怪吗 那你打开Windows看一下 看Windows点右 在任务栏上点右键 任务管理器 你是不是发现 卧子天哪 是不是有好多个进程啊 同样 Linux是不是也有好多进程啊 有一些进程是 是我们以后要要起的 有一些进程是什么呢 是就是系统本身就要要的 要维持它的这个系统的运转 要的一些进程 每一个数字呢 代表的就是一个进程 这里面代表的就是 那个进程的一些信息 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 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大 就是 来看一下各位 根下的Bin见过了 对吧 我跟你们引荐过了 根下的DV 跟你们也说了 根下的Home呢 也认识了 根下的Root呢 也提过一嘴 根下的这个SB 也OK 没问题 那下面我们的认识一个老大 就是USR 大家发现 哇 这个USR下面的东西可不少啊 USR这个东西呢 我这么告诉各位 它相当于Windows的 相当于这个什么呢 相当于C盘下的这个 Windows目录 这个目录相当于 基本上很多的系统的数据 都是放在这里面的 来看一下 那么以后我们用到的 要想安装软件 一般装在USR Local 这有点相当于C盘Program USRB 普通用户使用的程序 SB呢 管理员使用的程序 USR下的Nable 32位的库 这个是开发人员关注的 我们作为这个 云计算 作为V位人员来讲的话呢 也需要关注 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去 特别关注它 我们只需要有这个东西就行 64位的库 你看在USR下的这个下面 有这些 还有什么GAMS 还有什么Iglood 这些东西 所以USR这个目录呢 我们不妨做一个小的实验 给大家观察一下 你看啊 各位 同样的今天来认识一个 认识一个这个命令 DU 先认识一下啊 你可以一会儿不要说 哇靠 这羊儿讲了好多命令 这些命令都不是让你 不是让你去记得 都是让你先认识一下它 DU 然后后面加上一个SH 共格 杠SH 没有 共美杆 ETC 大家发现这个文件夹整个菜多大 能看到吗 95I7 27I7 这研究很深啊 这 然后但是你注意看 USR这个目录 你发现统计半天 老半天老半天老半天都出不来 为什么 非常大 因为 它这里面呢 是整个 Linux系统的一个系统目录 基本上系统的文件都在里面 如果说你刚刚装完这个Linux 占用了五个G的空间 那基本上有四个多G 是什么 是这个文件夹里面的 所以你看到 3.1个G 是在这里面 所以我刚才说了 它是Windows目录 不为过吧 好 对的 那我们把这几个说完 我们今天就不讲了 战士啊 然后Boot目录 这个目录里面放的是什么呢 同样你想看的话呢 就LS 跟下的Boot 这里面放的是我们的 和系统的启动相关的文件 那比如说我们的内核 大家记得我们昨天是否说过内核的事情 内核是由谁 比拉斯托瓦斯那帮家伙在维护是吧 内核是不是整个系统的灵魂呢 我们昨天讲了 我们Linux 它其实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就是 特指的啊 就是我们的内核 也就是color 整个系统的调度 各种资源的分配 都是由内核来控制的 就相对于整个系统的 这个这个老大 这个这个核心调度人 在哪呢 比如说内核 比如说我们后面讲到的那个引导程序 就是靠它来引导这个系统 好都在线吗 都这个能听名吗 就是boot下面放的是什么 这个boot这个单词啊 大家也认识 boot这个单词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引导的意思啊 就引导的意思 好OK 然后紧接着呢 ETC ETC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相当重要的地方 就是配置文件 如果说你想要改网络的一些信息 想改主机名 你想要改配服务 那么你的这个配置文件 比如说你要改IP 在Linux里面可不是通过点鼠标的方式啊 是改一个文件 你想改主机名 你想改一些服务的配置 对它们进行配置 就在这里面 所以以后基本上我们绝大多数服务 它提供的这个配置文件 什么叫配置呢 就是对那个程序 对那个它的功能进行一些设置啊 修改啊 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 配置 那么这些文件都是放在ETC下面的 因此这个目录也是我们以后 打交道的目录之一 重点目录之一 这是我们的ETC这个目录 好 这是这一个 那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NABLE 就是酷文件 NABLE 酷文件 这个NABLE呢 酷文件呢 是放了各种酷 酷呢 主要是开发人员调动的酷 包括32位的酷和64位的酷 还有了一个TMP 是我们的临时文件 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 临时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各种进程 临时存放文件的地方 最后还有一个VR VR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VR里面放了好多 好多数据 它VR这个单词 Variable 就是可变化的意思 就经常会发生变化 那什么东西会经常发生变化呢 那比如说数据库 那一个用户注册了 一个用户登录了 数据库的信息会发生变化 各种服务的日志 会经常的会发生变化 还有邮件 所以呢 在根下的 LABLE下的 WA下的这个LABLE 这是那个WA下面 WA下的LABLE下 MySQL 这是MySQL的数据库 这些东西呢 今天列到这边呢 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告诉大家 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无论是邮件还是日志 它们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以呢 VR下面放的是一些 经常发生变化的数据 那么可见 每一个目录下面呢 都有一个特定的用途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各位 B 这个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B是什么地方 快速打一下 说完我们就那个 讲就讲到这了 B 给下的B是什么地方 放的是什么东西 没人理我 打错了 没关系 普通用户使用的程序吧 强带一个普通用户 对 根下的Boot呢 什么地方 给你们看 在回忆啊 放的是什么 和什么相关的 引导 是吧 DV呢 是什么 存什么地方的 一个目录 存放什么 DV设备吧 对 比如说硬盘 分区 EDC呢 放什么地方呢 是各种什么 各种包括 系统啊 还有服务的 配置文件吧 对 Home是什么地方呢 Home 加目录 但是它不是加目录 它是加的Base目录 对 是普通用户加的Base目录 Root呢 Root 这个目录是什么 谁的地盘 最高 Root是不是管理员的家 全国的家 对 还有Sbin呢 就是数着这个位置 Sbin呢 Sbin是管理员的 这个拥有目录 TNP呢 是不是那个 TNP TEMPO 是什么 临时的文件 没错 USR呢 这个非常重要 是吧 是不是 主要是存放的是 是不是系统文件啊 相当于 那Sbin下的Windows 是吧 就是它主要是 存放系统文件的地方 多一点 系统文件 VR呢 这什么地方 经常发生 变化的文件 对 那今天认识了一下 就不错了 这是很不错 像日志啊 数据库啊 邮件 OK 当你认识的话 你以后才不至于说 我靠 我走到这儿去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厕所 我本来想吃饭 去餐厅 结果你发现那个标识 你不认识那个标识 你跑厕所里面去了 你那知道 大概知道 那个画了个图标 就是个餐厅 对不对 你不要走错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 今天带大家认识 认识 我们这些目录的一个过程 好 然后这是 这个今天我们讲内容 我们这个过程讲的有点慢 特别是前面比较慢 大家也得多理解一下 前面我们就尽量的让出业者能够入门 你要是不入不了门的话 那基本上它后面就会非常艰难 非常困困难 然后我们通过刚才也讲了一堆 也用了一堆命令 大家可以回顾视频可以看 那命令呢 还真不要求你 你真要掌握 只要你看一下 另外也告诉各位 你要是普通用户 你是一个dollar的话呢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随便的去哪看看哪转转 小心被打 那你要是个警号呢 你要猖狂一点 因为你是个最高用户 是不是 这个大家明白 因为你那个字世界也是有等级 高低贵贱之分 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 好 那个 然后呢 我们讲了一个快捷键 我们讲了一个快捷键 各位还记得吗 用来干嘛的 我们应该说讲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用了一下table 用来干嘛的 自动 是不是用来自动 补齐的 自动补齐 对不对 就是你敲table键 自动补齐 如果说你敲一次table 他不屌你 怎么办 敲两次 表示说 敲什么玩意儿敲的 你敲一次我补不全 你输的这个东西不是唯一的 我怎么补啊 再敲一次 他就会说 以下有三个候选人 供你选择 请选择 然后你再敲 再往后敲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这个视频呢 回去看一下 收购视频呢 肯定讲的比这个要弃多一些 然后刚才说到英语等级 来评估一下 第一呢 工业课的链接 给大家说 这是昨天的链接 你们有老师给你们提供过了 应该是啊 然后 然后第二个呢 我说一下刚才说的那个东西 就是英语等级的问题 看你们现在是哪个等级 适不适合学习我们的 你那个词与因算课程啊 现在各位各就各位啊 都来我们开始评估一下自己 第一个档次 是 你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你 这第一个层次 各位 这个层次应该 应该不是这个层次吧 都在听我 听我说话吗 各位 能看到吗 OK 第二个层次呢 是 认识他 认识他的什么意思 就是 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就很不错了 就这个单词 我一看 我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你要我读的话呢 我读不出来 然后我写的话呢 他也没信 第三个层次呢 就是 认识 而且呢 且会读 多牛逼 这个 还知道读 发音 可能发的不是很标准 第四个层次呢 是认识 然后 能够读 还能够写 对 这牛逼啊 这个 第五个层次呢 是能够干嘛呢 能够 来口语的这种 交流 好 那评估一下 你们现在大部分同学 是在哪一个档次 一二三四五 别说一二啊 具体一点行吗 就给我来 来一个具体一点的 三 认识会读 我们是搞计算机的 英语 如果想避开 你就去搞 你就不要搞计算机 你想避开的话 是绝对什么 绝对避不开的 无论是搞哪 哪个 哪个 哪块 避不开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每天早上 要英语单词训练 其中呢 就是 让大家去熟悉 这个单词 而且熟悉的时候 不是这么读单词 是那个每天 把课堂上 要用的那段文章 拿过来分享一下 我们只要达到 哪个程度就行了 二到三 就非常的牛逼了 没要求你什么 就是会 一定会什么 会读会写 二到三 就可以了 我的口音啊 口音有问题 有些字不敢说 四十还是什么 好 就是 这就是我今天 我要讲的部分 大家看看 针对今天的问题 第一 我以为还 第一个 笔记在哪拿 知道吗 在哪拿笔 在哪个地方 拿笔记 知道吗 看看 这不是刚刚说了吗 就我一直在看 这个地方 我的头条号 杨哥520呢 关注一下吗 成为我的粉丝 杨哥520 杨哥我爱你 这个位置 关注一下 不不 叫杨 杨哥 我爱你 这个位置 不是520 然后我的所有的 所有的东西都会放在这上面 上面没有广告 上面一个广告都没有 上面全是技术的东西 半个广告都没有 这个号是不会打广告的 然后第一 现在笔记从哪来 知道对不对 第二 视频从哪来 知道吗 第一 这个笔记 笔记这个 从杨哥520 这个头条号上 没问题 第二 这个视频从哪来 两个途径 一 你们所在的群 所在 所在群 特别是群主 就是你们的 你们的那个 张诚老师 这是其一 第二 第二个媒介是什么 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上课时会发 两个媒介 当然我会放到 这个云盘上面 会发 好 现在这个视频从哪 从哪个地方拿 知道了吗 对 一个是 就是你们所在群 群主 就是你们老师 他会 他会得到这个东西 第二 就是上课的时候发 上课的时候想起来 就发想不想算 好 这是两件事 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三一个是 你们按照视频 然后 因为下周 然后准备 对 客帅 这每个人不一样 群号是哪个 你们 从哪个群来的 了解到 了解到我的这个课的 就找谁去 那个人就知道 好吧 就是从哪个人 比如说从那个 什么 哪个姐姐 那个地方 知道的 对 那就从他那儿拿嘛 他就知道了 好 他不知道的话 你就找他 没问题 然后第三个是 包括 准备这个 在我们的 Winboard上面 准备什么 那个安装 安装一个 系统 或什么 在我们的云 云 这个不限制 是 腾讯的 还是这个叫什么 还是这个 叫什么的 还是哪的 都不限制 系统在哪下呀 刚才的视频 第一个视频里面 有讲 官方有讲 就是从官方的 那个官方的网站 上去下载 Winboard哪下 应该不用 不用 不用说吧 Winboard是不是 百度里面 搜一下就可以呢 你要说 从哪下系统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 所有软件 包括系统 都是什么 开源的 所以换句话讲 我在讲 这个系统的时候 比如说 我会告诉你 应该去 3w.s.org 下载 我去讲 某一个软件的时候 我会 我会从哪个地方 去下载 这个会讲到 而且视频当中 讲到怎么下 下来以后呢 你要问我说 老师你传给我呀 我传给你 和你从那下 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我视频里面有 你看视频的前面 那部分就有 就是凡是能够 你们想要用到的地方 我都会相应的 面面俱到 不会说 不给你讲到 这是这一方面 好了 这个我该说的话 说完了 然后你们看看 你们有什么话 要说吗 第一个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推荐一下 把我的这个 那个 这个图片啊 可能传播到你们那边去 然后 把我的这个什么 帮我帮我传播一下吧 让更多的人 我的我的个程在 在那个线上 已经是 11万的点击量 12万的点击量了 你们帮我把这个 你们应该是从 那个二维码这个位置 二维码这个位置呢 能看到我的课程 或者照一下二维码 扫一下二维码 然后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 然后帮我去那个什么 去给朋友们发一下吧 我这个课程是免费的啊 绝对不会让你 无论是讲课质量 还是这个 是不是有广告 这些东西呢 我都不会去做 然后 都不会对那个 有影响 所以呢 当然我们这个课的初衷 我也给大家讲了 主要是去给我们的 这个学生 也就是 我们已经 包括报名的学生 报名我们 云计算课程的学生 2018年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的学生 去帮他们呢 先奠定这个基础 然后最后 学的是哪一块呢 是这一块 Linux系统管理 这一块 前面网络 当然现在没法讲 然后包括后面 是要自动化呀 安全测试啊 公用云 4月云开发 这些课程 这是为他们 奠定基础 当然如果说 你 你这个就想学一下 前面的基础 好 你过来给杨哥学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不要有什么顾虑 不会的 这当中 不会有任何人 去说 你是要报名呢 不会 OK 这个地方 我们也 我在这个位置上 不会去这样做 如果你确实想了解的话 可以能问我 行 那你们看看 你没有什么问我的吗 还有几分钟时间 有同学也想 想问他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个 我这个人上课 有一个特点 如果是 有一同学说 老师 我这个就是想看看视频就行了 就拿个视频就行了 那还不如把视频送给你呢 这个 这种互动的 因为我讲课是互动的 互动和你的参与进来 和什么 和你看视频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这样去做 我抽的是周六日 怎么会没有时间 行 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 问我的吗 因为人太少的话 我讲课就没有信心 我要是看到教室里面 就几个人 那我真的没有信心 WZ WZ 然后你可以 给我发一下邮件 我回你就行 然后 报名费 这个对 你发一下邮件给我 对 你们想问的也行 这个此时此刻 这个此时此刻的广告 就不是我刻意做的了 是你们问我的 鸟哥的四方在时候 出业者吗 我如果想告诉你 不适合呢 杨哥的笔记 是不是已经很详细了 各位同志们 你还要 还要 我这个笔记都是打着这种 你看 我的这个笔记 每天 从人神妖魔的角度看 谁有这种 这种 这种方式来 来写啊 还有呢 用户管理 绿巨人 你看 谁会通过这种方式 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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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写这个东西啊 配合我的笔记 配合我的视频 配合我的 现场直播 你 你不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 鸟哥的 鸟哥的这个四方在呢 我认为是很棒的 但是呢 没有什么必要 去专门看 你有 你就像好多人说 老师 我去学厨师的时候 我靠 我把那土豆削的 人家以前那些厨师 削土豆 一分钟削 削十个 我才能一分钟 能削一百个 有用吗 Linux系统研究 那么是没有用的 就没有那个必要 你就那个时候 就是会 就相当于 重次薄比的 轻次薄比的 就是很多地方 我们的重点 是在哪块 我们的重点 可不是在 纯粹在Linux 是在什么 是在后面的这个云计算 在后面的大系网站架构 在后面的python开发 在后面的shell 在数据库这一位置 另一个是 严格讲 我告诉各位 给大家说实话 整个从这儿到这儿 这些是什么呢 一二三四 全是基础 全是基础 所以你不要研究太神 过于神 没有必要 然后从 从那个五 到这个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 这个大系网站架构 加上公共云 甚至私有云 最后一块了 9和10呢 是我们的python 用意开发 你看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你看所有的课程 全是照着实际的 生产纪念来 来列出的 这边你可能看到 19个案例 但是不是啊 我把好几个删掉了 我怕很多机构 拿我的直接用 我删掉了好多 你们上课的时候会讲到 包括什么 Jetnail Jakins 包括自动化的发布 NJX 然后 负载 Zabix 各种案例 看到吗 包括后面的这个 虚拟化 容器 语音 四周语音 Cobletus编排 普罗米修斯 包括python的开发项目 这个呢 你们想要看的话 能看到啊 怎么看呢 你们想看到的话 这个 看一下我这个 把这个二位码扫一下 或者是拍一下 OK 这你看到的和我刚才看到的是一个意思 而且还有很震撼的音乐 这是我们2018年 全新版的耗时三个月时间 到底是不是后三个月呢 你可以最后考证一下 这个吹牛逼会死人的 然后 可以把这个照一下 各位 或者最后在那个视频上照也行 OK 好 然后 所以说鸟哥的笔记呢 这个 鸟哥的是 拿放在那边作为字典吧 就是好多人 你看现在 我们现在搞 搞技术的 或者文字的 你天天把字典穿上吗 不需要 对不对 学习属于几环 学习属于几环 这个不但怎么回答呀 这是打把吗 这个课是不是只有Linux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公开课 这个课只有Linux 只有这一块 学校属于几环 学校属于五环外 就是在宝胜里那边 宝胜里这个位置 过去学习生活费贵吗 你看你是每天吃什么 如果说你每天 比如说吃两个馒头的话 就便宜 如果说你这个每天 稍微要吃点几个菜 几个汤的话呢 当然有那个食堂 因为食堂里面呢 这个食堂里面有不同的价格 从十几块钱到那个 几十块钱不等 我觉得在学技术这段时间 先节约一点吧 这个再况且 这个现在哪的饭呢 我觉得都像地沟油 就吃的像猪一样 少吃点 最后吃家里的饭 工作的时候 你们的所有的这个 所有如果说想要 想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问你们老师 你们的这个报名老师 或者问我也可以 报道Python班机班 但是不要走纯盖瓦路线 啊 这个东西给你看一眼了 来吧 最后一个问题啊 收完打工 不是 那个打完收工 在哪儿啊 我忘了这两个地方 你可能抱的是这个吧 人工智能加Python 测证于爬虫网站 而我测证于云计算运维开发 但是我这里的开发呢 不是 看好了 我们云计算的Python运维开发 不是纯拍发学科 我们主要偏操作多一点 通常我们会使用一些软件 像Zabix Ansible来做自动化运维 包括对云呢 对这些进行运维 如果希望 我说的是如果哟 如果希望对这些软件 进行定制二次开发 完成 帮你完成更高效的工作 可以开始开发这种 Python的项目 比如说自动化平台 公共云管理系统 但我们这里的开发 不像Java大数据 那种开发是纯开发 什么代码量 甚至改进度 加班 青春饭 掉头发 这个看每个人的表现了 看每个人的坚持了 而我们这个云计算开发 不是必需品 它是服务与运维 云计算 是什么 给你的技术上 银上添花的一种技术 所以我们的开发 不是那种开发 而你说的那个开发 如果说你抱的是 那个所谓的人 不是 如果说你抱的是 我们的人工智能班 那就是纯开发 那就是纯开发专业 而我这个开发 不是 另外还有普及一件事 这个 Python它是一种开发员 可以用来做 用游戏开发 网站 爬虫 运维 云计算 人工智能 数据分析 所谓的全站开发 指数上面都会 就像大学课程一样 而我们云计算里面的开发 主要是针对云计算和运维 来开发云计算运维工具 所以我们虽然说25天 但是在这个领域 我们是更牛逼更专业 因为这个开发 必须要依托于前面 我们讲到的各种运维体系 和运维理念 OK 这个我不知道说明里面 就是22258 后面YY的那位同学 OK 这里你们最好是 扫一下我刚刚的二维码 去看一下我们的 2018科兰大纲 可以推荐个朋友 杨哥也再次表示感谢 因为做技术这个东西 它必须得有人支持 没人支持的话 做培训特别是 没人支持的话 我们就走的不长久 就会从很多地方回去 发邮件 怎么给我发邮件 你这个人说的 就是发个邮件 给我就可以了 你印象怎么发就可以 然后那个 杨生 这是我的这个真名 我的名字有几个 杨生真名 然后天云呢 是一名 然后杨哥呢 也是一名 叫哪个都可以 然后这个邮件叫做 杨生 医生 医生 一世 爱你 就是我N年前 十五六年前 申请了邮件 没换过 这样 当然很多同学 不用去问我也行 你们的老师 也就是你们的这个 对接的老师 他们 他们知道这些东西 包括所有的资料 都可以提供给你们 行 时间已经到了21点01分了 本周呢 我们就讲完了 就两天时间 我会带大家 很细的去往后走 直到大家能够 把这个东西真正的进入 没有进入的话呢 都是扯淡的 嗯 其实大家也知道 直播课 这是很 很 很不好弄的 也就是特别是线上课程 这种课程呢 如果说 讲的慢 讲细 可以 但是呢 太长时间 因为毕竟没办法看到 没办法看到你们 所以我这种直播课呢 我设计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而且讲的可能不会太多 对 还有一个啊 每天就那么十来个人 五个人的话 我讲的就没信心啊 我这种感觉 这种氛围就拿不出来 所以一定呢 大家都 都来听听吧 这个 我们这里面不会说 讲的讲的就说 报名吧 报名吧 不会的 这个是不需要 我也是为了扩大影响 然后包括我那个 在五一六别人工 那个课程也是一样 现在是十二万人学习了 三个月时间 OK 这个有同学还有问题吗 有同学还有别的问题吗 你有了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有问题的话 可以接着提出来啊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在一分钟以后就结束了啊 大家也好好休息 然后工作了这个东西呢 太累了啊 另外呢 还记得昨天我跟大家说的两条限度吗 我说一下 然后你最后自己去那个只有机上面查一下工资 一个是运为工程师往后走啊 走到运为开发工程师 还有往后走 走到比如说五年以后 运为加口师 云计算工程师 我现在打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云计算课程里面 就业岗位 这里的开发指的就是Python啊 你可以去只有机上查一下工资 OK 行 那个看来是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就 今天就结束了 好 大家都 早点休息 我这边呢 也要 还没有吃饭啊 吃饭 然后就 再写点东西就休息了 明天大家都还上班 OK 那再见